神秘之是第二節,今天的主題是波士頓大屠殺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網上搜尋,會給予我們一些相關資料 去引證我們所引述的陰謀論 當然不代表這些信息是對的 但情況就是,只要你能夠在網上找到足夠的線索 其實你是可以將所有資料追集在一起,作為一個比較 例子剛才我們提到的Twitter問題,現在我們找到了 這就是在爆炸前出現過一段簡短的訊息 這個訊息是怎樣說呢? 就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訊息 所謂的官員,有關官員 有關的官員會有控制的爆炸在一分鐘內,作為一部爆炸的行動 這就是有一個爆炸的研究,是一個演習 現在我看到,在爆炸前出現的時間是相當短的 但我不能夠引證,確實證明到這個Twitter是真事 即使我剛才解釋 即使有可能這些演習不止一個,除了爆炸演習 中間你要問清楚,除了因為爆炸而做的演習 還有其他東西 還有這一段消息,最重要是從何而來 波士頓環球報,請問哪裏得回來的 這個就是在4月15日的下午 這個就是當時在波士頓環球報,將會有一個控制的爆炸 在圖書館對面 這個時間出現,當然是稍微在爆炸時間,稍早 稍前 但問題是,我們首先要懷疑一件事 就是究竟這個說法是何時的 是慘案之後有人穿鑿附會,事有孔明地說 還是真的在這件慘案發生前,傳媒已經收到封 永遠涉及到這些事情 當然要掌握到電腦的相關資料 在幾圖的說法來說,這必定是專家的範圍 尤其是警方的範圍 因此是這樣,所以我們不能給一個結論 即是有一個事件 但如果你看到整件事 第一件事,你可以問的是 這個如果是組織,或者這批疑犯 如果是兩個人的話 只有兩個人那麼少? 現在不知道 現在只能說我們只有兩個人 但後面,正如何顧光說是一個組織 或者背後還有沒有幕後的指揮 我們不知道 但起碼一件事就是 從來選擇的地方 日期 日期 地點 全部都有象徵意義 用回911的時候來做一個比喻 很多人會說 為何選擇9月11日 因為在美國,他們不是打9-9 他們打911 所以變成911是一個代表危險 或者警告的一個數字的組合 所以為何要選擇9月11日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真確性有多高 但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這次他選了一個公眾假期 就是這個愛國者日 這個每逢4月的第三個禮拜一 第一點就是因為那是公眾假期 所以波士頓就會搞這個每年一度的盛事 就是這個波士頓馬拉松 理論上是最多人聚集的一個時機 也是大家理論上最開心 想著應該大家寬天起地之間 才最容易發生意外 因為大家的防備意識就反而最低 所以是不是這樣選擇了這個日子 還是在這個愛國者日背後 有更大的含意呢 你講而這樣的 第一點就是波士頓和紐約的分別 剛才你說911 你還遺忘了一件事 就是紐約 沒錯 還要遺忘了那個 是世貿的一個地位 因為世貿中心不是第一次選擇 是炸了很多 一直在想要炸它 他起的時候已經預計了 他起的時候也預計了這件事 是90年代已經想過炸它一次 但那次就是用車再炸進去 炸不倒它 然後才說到這件事 整個代表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挑戰 就是講出美國在愛國或者拉登的想法 我強述他們的想法 這個代表美國邪惡的象徵 是 就是金融的控制 是嗎 貪錢 他的帝國的罪業在金融方面 可以這樣說 但波士頓就來了 另一個問題 波士頓是代表什麼呢 學術 波士頓呢 第一件事 正如學體制 我估計說 著名的大學在那裏 沒錯 MIT哈佛在那裏 跟傳媒有沒有關係 波士頓反而是傳媒那裏 他們的日報那些是很知名的 因為這是早期開發的地方 為什麼呢 東岸有幾個重要地方 例如紐約、紐約和波士頓 這幾個地方 是最早期的澳洲的疑問 如果講到最早期 其實是波士頓 對 波士頓那些 接著是芝加哥 那些芝加哥應該是中期 所以紀圖說是對的 因為最早期有人居住在那地方 需要新聞資訊 還有學校 他學校很多的畢業生 就投身在傳媒當中 其實波士頓在美國有一個稱號 就是美國的雅典 這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它是整個美國最早期殖民的發言地 即是那裏代表了這些所謂最早期的Anglosaxon 即是那些來自英國的 新移民 他們的文化最好的 最優良的地方 亦都代表了那裏的 這一類的人 其實是代表了美國的文化上的精英 所以NBA裡面 在波士頓那一隊 都用Satix Satix 大家都懂得神秘學都知道 Keltics那個就是代表愛爾蘭 但你還有一樣東西 譬如你在電影裡面 最重要的是 就是近年我們看這個 Band Affleck的戲 其中一部就是在波士頓拍的 我們都說過 換言之其實在影藝界 他很有特別意義 他很有特別意義 還有波士頓 如果我們這些慢慢有 你也知道高含市 就是紐約波士頓加芝加哥 將三個城市的形象匯合 變成了這個歌含城 當然他外面的形象很像紐約 但大部份是說他裡面所描述的世界 有很多在漫畫分析裡面 說他裡面的文化氣息是像波士頓 我們看漫畫和電影是兩馬子的事 漫畫的都市設計 外形一定是芝加哥為主 但裡面說那些庫翁的罪行 其實就是像紐約 然後裡面的文化當然是波士頓 但後來看這個 Christopher Lowland 他拍過三集 根本就是找紐約來拍的 除了剛才我們說過 大家還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無間道的美國改編 是放在波士頓 對 放在波士頓 那個是拿什麼呢 因為在無間道裡面 他最重要的一個比喻 無間道是來自佛經 他拿相關的一個比喻就是天主教 所以就是放在剛才你說的 國以蘭那些 就是放在天主教那裡 還有兩件事 他除了天主教那個 就是把整個香港的故事 變成美國法之外 就在那裡 因為波士頓在那個時期 也有單大的警察貪污事件 是令到大家都 對於整個律政署那裡 有很多重新 大家要再去看過 他就把波士頓的意義 搬到無間道風雲那裡 換言之 其實你歸納了剛才幾個標誌 就是宗教 彈化 以及美國本身的象徵 這個 一般來說 如果當沒有這個 疑空的新聞出現之前 其實很多人會猜 會不會是所謂 現在美國的極有 裡面的極有 有多快 就是波士頓的 Tea Party 其實有些網友都問這個問題 之前受災害影響的 就是這個 或者這個人禍影響 就是紐約 為什麼接著波士頓也是東岸 為什麼不 假設恐怖分子 是否這麼偏愛東岸 為什麼不動 假設他要令到全世界 注目這件事的舉例 為什麼他不動荷里活呢 假設他要有什麼政治上 甚至是控訴 假設他被華麗珊 那裡 你想綁架事不保 不是的 認真的 有些網友 有些網友真的問這個問題 其實他們這些恐怖分子 當然是草奸人命 當然是做一些壞事 我們不會認同 但他們假設有些控訴 要得到世界的注目的話 其實他動L.A. 動荷里活是更加大迴響的 這個已經變成高速火車 去了很遠 因為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現在找到疑似是這件事件的當事人 那兩兄弟 剛剛現在查出了 極有可能是車神的 是不是車神的組織呢 還是車神人呢 現在是未知的 但如果你找到這兩個源頭的人物 那已經沒有這麼快認證他是恐怖分子 可能他真的是他兩兄弟個別的案件 這件事是未知的 但我們坐火車去了很遠 為什麼呢 讓我說完 另外有些網友回應說 你又知道他沒有打算動L.A. 其實可能舉例 我們現在有個陰謀論 甚至宏觀一點的看 其實美國所有大城市 全部都可能有各自不同的仇口 甚至可能已經有不同的計劃去動它 鬥快或者甚至乎可能是 剛剛有些可能舉例 美國經常都說 我們又粉碎了一次的陰謀 其實可能芝加哥又幾乎了幾次了 甚至L.A.真的可能 甚至可能有些更加恐怖的事 只不過這次波士頓 終於我們不可以事前去平息它 甚至乎預防到 結果讓城慘案的意思 你可以回頭說波士頓 在外國日會出現恐怖的事件 這個想法很早就有了 有電影也推出過 哪一部? 我忘了有一部 那時候整個河染了綠 好像是一部很出名的 那部電影 我可能稍後查一查 他有一部已經說過 還有一個很經典的景緋片 也是在說波士頓的外國日期間 也有馬拉蟲賽 因為每年都搞的 剛才所說 假設這個城市 每年的城市 在外國者日的時候搞馬拉蟲 是全城效應的 那一刻他做這件事 就會變成一個最竹目的事件 所以變成這個選的日期 可能會說 咦?愛國者日 是不是針對美國那班人 而是一個更加大的諷刺呢? 未必 只是因為那一天是公眾假期 而又搞一個這麼大型的公開活動 叫做公開活動 封了路 大家全城是看著了 當中發生了事 就馬上可以讓全世界知道了 其他那些都可能會被掩蓋 因為沒有那麼多記者 沒有那麼多人在 不知台長怎麼看 現在我們剛才說的 Facebook的問題 是找到的 但是他不是用Facebook 是 他是用俄羅斯版的Facebook 哦 所以 美聯社一尺 整個圖案已經出來了 嘩! 起底組 你看看 所有這些事情 全部是在一個小時內發生的事情 是的 當已經知道他的名字 然後知道疑似他的身份 和他的組織 然後馬上找到他用的交際 一些網上的方法 從而得到他最詳盡的資訊 是 這也是再次印證 剛才我們說過的 就是 整個事件 即是 現在全球發生的事件 是社交媒體化 但是這個社交媒體化 是不是代表我們仍然 所有事情都沒有秘密呢 我自己個人是保留的 即是總有一些事情 現在是 永遠 或者是很長時間 我們都未必拿到達為 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現在是建基於一些 因應這個人 他自己主動放上網的資料 而去找到他 第二個就是 他會交友 可能其實他會找回他的朋友 有跟他之間交通的證據 來找到他 我有點害怕 為什麼呢 如果在Facebook 有一個找到他這個搜尋 可能現在大家 就算不認識他 找到Mutual Friend 不奇怪 這個是不會的 所以說有些朋友之間 是會有的 這個是 在現代社會是相同的 他跟你之間有十一個好朋友 但是第三個是什麼 就是 我會這樣想 用了陰謀論來推測 假設這一群 他真的是一些死事 他有個任務 可能他隻身來到美國 是要搞破壞的 他刻意認識的人 甚至他自己在網上發放的資料 有多少成是真 等於當作是一個間諜 當作是一個臥底 他深入苦悅當中 他反利用回互聯網 但是這個 我是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在我們那時候來人來說 可能你要說是成立的 但是做了80後 90後 他們是從這個自用董事之後 就已經將他所有的事情 放進去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如果 我們想到這個的話 假設這一群 真的是一些組織訓練出來 去做這麼重要的任務 但是你剛才說的是一個假設 對 因為你可以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 這個不是有組織行動 對 這個是隨便的 就是隨便的 隨便的爆發 但是現在你看到這裡 他就是 有無限聯想 聯想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初步掌握到的資料 但是我懷疑 到了節目出場的時候 可能我們現在說的 已經出了報紙 甚至乎是出錯了 對 錯了錯了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說 譬如我們在網上 追查一個事件的過程 現在是給我們這些方面 這個 在沒有Facebook之前 是沒有這個 不要說沒有Facebook 就算是之前沒有互聯網 都不會這麼快搜尋到資料 還有就是 為什麼Facebook有一個重要性 剛才幾圖說了 因為你舉例 隨時有 common friend 甚至乎 你可以看到他的相片裡面 可以找到很多周邊的證據 就不像以前一些很硬斑斑 只有文字上的資料 你真的想到他的Facebook 他發覺他在哪一天 寫過什麼相片 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很具體的心理分析 是的 那你剛才說的心理分析 基本上你在這裡 其實你可能做到一些事情 是的 沒錯 但這個不要緊 這個我們一直說 會一直印證 為什麼呢 今天那個情況 有點特別 我們不可以像以前一樣 逐個主題的講義 我們一路看到新料 我們就會加上去 但是回到剛才的 選擇地方和日子 日期的問題 這個選擇 如果再加上我們的狀態 其實大家就會嘗試想到一些聯繫 譬如說 波士頓的天主教 或者傳統的所謂Anglo Saxon的代表 就是用炸彈去攻擊他 愛國者日 就是趁著你那一天 這個象徵的意義 大遊行 就是攻擊他 但是馬拉松呢 這個比較難解釋 不是的 所以其實我剛才解釋了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那個是一個公開活動 是的 可能其實他未必是馬拉松 可能是加連華會也可以 總之是一個公開活動 這樣就變成最快 可以得到全球的一個焦點所在 就是他搞這麼多慧筆 他搞這些事情出來 其實可能舉例 我假設他真的有一個目的 希望他有一個訊息 是讓人知道的 就是以後都不要拍馬拉松 這是你自己解讀的 有些人會害怕 其實反過來 可能有些人不只怕馬拉松 是怕公開集會 你說馬拉松 也可以用一個陰謀論 或者會不會有事先張揚的秘密 現在也有很多人在這裡提及 就是你在這宗恐怖的活動 你知道我們現在經常有很多事情 我和你和何顧也是經常看電影 那你會不會看到 會不會這個 穿著附會 最近講一些恐怖活動的電影 我們講一下戴客第五集 戴客 還有白宮淪陷 叫什麼名字 這個Fallen of Olympus Olympus Olympus是什麼 就是希臘馬拉松的發源地 就是奧林巴山的運動會 神山的運動會 其實怎樣呢 馬拉松 如果和希臘掛鉤的話 其實也是代表民主 所謂美國的最核心價值就是民主制度 可能這是一種他們覺得是 畫了等號的一種東西 都不奇怪 如果你是找到那個 應該好像有關聯的 在陰謀論就做出一個話題 就是說 事先張揚 然後就在一些 我們看的電影裡面 就已經發佈了這些暗號出來 即是說 現在開始行動了 因為 其實最重要的是 奧林匹 我們最近常常說 為什麼經常要提奧林匹 這個山 G.I. Joe都有提 而且在奧林匹的題目裡面 兩個故事都不斷提及了 有大衛營的訊息 然後還有一部 也正在說那件事 另外第二集那部 神火的那個 第二集又是 有提及希臘的神話 他覺得第二世代有 有遇難的關係 你會不會發覺這些電影 好像同時之間 大家都扔了出來 是說一個恐怖的活動 裡面是碰到奧林匹克 這種異象之餘的時候 也是剛才提及到 就是碰到奧林匹克的那一集 為什麼也是講到 上蘇聯的邊緣 但這個 應該這麼說 集中在1、2、1、3年上映的電影 籌備當然不會過一年 之前已經有了 所以這些可能是 用心理學習分析 其實大家都覺得有什麼推論 甚至乎 這個是一個商業行為 如果突然說 有違背了觀眾意願的劇情 觀眾不會這麼大支持 甚至乎我們剛才說的 那些大片 如果投資有什麼問題 公司隨時會破產 所以變成 他一定可能 舉例 他可能做過一些調查 而這些調查甚至乎 可能配合當地的傳媒 因為我們不在美國 我們不知道 可能這些創作人 亦都可能反過來 他是有一些根據 做了一些統計 甚至是一些知情人士 告訴了他 有可能在這方面發展 所以變成 你這個推測就更加有問題 那些人會被人家拿去問話 會的 其實這個也反過來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原本 他們全部是恐怖分子 重點也有可能性 就是那些恐怖分子 其實他沒有想著用這些手段 沒有這樣的想法 但看完電影之後 電影給了一個啟發他 這個方向也可能會有 因為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拍攝可能大家的時間不同 但當你推出的時候 相當接近 接近很多時候 大片最怕是碰巧 現在你會發覺 是碰巧的 在同一個時間裏面 你會看到 剛剛看完《大黑》第五集 又看了白宮淪陷 然後再補上《G.I. Joe》 是否太近 所以我會說 其實他們背後 不只是今年才想到這件事 在創作 甚至乎在電影公司 去批錢 劇本OK的過程裡面 一定是整個美國 是有一種集體的 大家用信念也好 甚至乎大家有一個共識 覺得可能有機會 朝這個方向發展 你這樣說就變了 有可能的 大家這樣說 這個真的是美國做的 不是的 重點就是 要用電影這件事 這些電影 不是小本經營的電影 可以的 我又不是去得這麼深的 最重要就是說 因為那個 就說出了有這個現象出來 那種叫怪異之處 但它裡面那個 那個答案是怎樣的呢 其實現在都 你剛才說的 已經很深入 去了很多步驟的程度 其實那天我退下來 不要去到這麼多步驟的時候 就是說 在這個時刻 你會看到 有些電影提及的那件事 很快就會發生了 波士頓台長說 大逃亡的事件 出來的時候 這種巧合性 我們是值得研究的 就是我們去到這個階段 從剛才說的地點問題 還有相關發生在 另一個地方的大爆炸 就是那個肥田鳥廠 德州那個 對 也巧合地 當未找到這個時候 大家會有一個聯想 究竟兩個人有沒有關係 為何這麼短時間就會發生 最奇妙的地方 就是因為在德州 那個肥田鳥廠的附近 當年發生過大衛教派的事件 對 距離就很近 現在我相信這個聯繫就會減輕 因為第一 第一 就是找到那個地方 那個肥田鳥發生爆炸的原因 據現在所知 就是因為消防隊伍的出錯 就是用水去救 導致爆炸 我相信如果這個線 暴露出來之後 那個大衛教派的問題 就相對 我覺得會減輕 對 會減輕 但無論如何 整件事 何古又問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幕後有沒有一個組織 對 但我覺得去到這裏 其實所謂是否組織這個問題 在拉登的獵殺之後 已經是次搖 為什麼這樣說法呢 就是除了剛才我們說的 今次是一個社交媒體 發生影響的分水令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個是 涅薩拉登事件之後的反高潮 意思是為什麼呢 就是當奧巴馬走出來 就說 我們堆倒了拉登之後 美國人就會有一個假設 或者我們認為美國人有一個假設 應該是從此之後 天下太平 但是 問題更多 不是了 現在告訴我不是了 如果好像剛才的《河谷公安法》 有組織 反而問題沒有那麼大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找到組織 就可以防止這件事 但如果是隨便 即是有一天 河谷摺幾條筋 看完電影之後 原來這樣可以炸 對 他摺幾條筋就覺得 可以拿著電飯 壓力鍋 壓力鍋到長江中心 這樣便便可 我想要去打火鍋 壓力鍋過去 但你不知道用什麼來做材料 對 那便是大問題 這裏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製造一個炸彈有多容易 我也花了一點時間 去網上查一個問題 其實維基百科 是不是已經有很多方法 教你怎麼做 不要去到那麼遠 我們直接打一個相關 How to make a bomb 即是舉一個這樣 簡單的例子 How to make a bomb 立刻看看有什麼網子 可以出來 還有at home 可以 pressure cooker 最早出來是jim's bomb 不是 所以我看到第一條 就是How to make a bomb at home 在家裡自己自製 原來是有的 是有這條的 Cocca bomb How to make a pressure cooker bomb 有全部投票 這當然不是教你怎麼做 他只是解釋下面的原因 還有 剛才你說過在家製造炸彈 其實已經有些菜單 你會問 為何這個壓力煲會成為一個 殺人的空氣 其實那個原理不是太難去理解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你有沒有用煤氣 有的 有沒有那些煤氣光 不是在家裏面 不是 以前有的 現在沒有 以前 我們若干年之前 到現在還有人 把那些煤氣 有煤氣有石油氣的桶 有的 打鐵桶 現在還有 為何這個會構成這麼大的危險 就是因為 如果外層救後 他把很多空氣壓縮到缸裡 當這些空氣 如果不慎處理的時候 能量發出來的時候 殺傷力是遠比一般大的 你很多時候看電影 經常找那個人作為爆炸的武器 那些多數是拿來當是錶把 然後你開槍射它 然後就會爆炸 以外射爆炸 對 涉及到剛才的問題 是否可以 你現在在網上找到 一個教你怎麼做壓力煲炸彈的項目 是有的 有 這個來自哪裡不是維基百科 這個就是來自阿爾蓋達的一個雜誌 就叫做inspire 裡面 當然這裡沒有 沒有每場有 就是他們找到的壓力煲炸彈的製造方法 是在阿爾蓋達的一個雜誌 在兩年前出版的 就叫做inspire online 就找到這個 這樣說有點不公平 你要再找回 其實有沒有本身自己 美國本土都有人 可能把一些當作興趣分享放上網呢 這個當然有 但是現在 核子彈也有 所以變成了 我就不斷重申這一點 我們現在已經對號入座了 去嘗試找理由去證明我們的推測 所以就看到 他有這樣說過 可能其實不止他說 我們待會再試一下 這個標題是什麼呢 可能內地也有同胞做了 台長他找這個阿爾蓋達的 這宗案件 那時候也是一個新聞 有人吵過 可能他講的那個是分外特別 分外詳細的 這個文章的標題是什麼 How to make a bomb in the kitchen of your mom 在你媽媽的廚房裡 怎樣做一個炸彈 看我們節目的朋友都是成年人 純粹是給你的資訊 總之你知道這個資訊 你不要再看羅伏地利盧那部 爆你媽媽的那部 對一些我們有思想的成年人 應該是懂得避免的 但是對一些年輕人 台長是不是暗示 或者可能有一個可能性 舉例就是說 沒有組織的 是有一群可能 甚至未成熟 甚至是是衝動的人 他在網上拿到這麼多 這個其實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剛才講的為什麼是隨便 就是經過了 譬如說 類似阿爾蓋達這個組織 因為這個錄影響的鎖 導致美國花了這麼多資源時間 大家如果看那個 Catherine Bigelow那部戲都知道 多辛苦 追到火星都追你 就開始想另一個組織的方法 就是全部是 將它化成為零 就是 剛才我說的那個 不是代表純粹突然間有機會出現這條根 而是說 好了 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全部都自己做 不將組織中央化 即是沒有龍頭大哥 全部都自己做 但是在今天這個科技的條件之下 你就算可能兩三行都做 都做到一個這麼厲害的炸彈出來 是 但是你也承認背後是有一個組織的 那是一個精神的組織 不是一個具體操作的組織 那你就最麻煩 大家可能有那種信念 最害怕的是這件事 剛才學問的問題 我們可以再去引證一下 例如說 How to make a bomb 就是 At home At home 我們看看 At your mother home 不是 不是 不要自己家裡這種 原來是 這個 翻簡都搞定 看事體 看麥佳華都搞定 對 這個就是有維基的指導 這個就相當簡單了 維基敲這個也挺有用的 聽眾們 大家看到過程都相當簡單 很簡單的 用蘇打的 以前我們在化學實驗室裡面 學過的東西 他將它具體做一次給你看 但我懷疑過程也是太簡單了 應該真的做出來比這個更複雜 這個其實是會爆炸到的 但不會到這次這麼誇張 原來發覺Yahoo answer 有 教你怎麼做 所以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剛才都說 可能分享這些網上資訊 不止亞爾蓋達 不止其他車神 一定是 但只不過現在我們因為 發現了 我們錄音過一刻 疑似兩個是車神的 甚至乎是用聖戰組織 那些可能是有關係的 接著找了亞爾蓋達曾經說過的東西 馬上混合在一起 如果大家害怕 那個過程不能夠 現在Youtube也有了 就是Youtube是 可以看圖 看圖看 就是這個 教你逐個step by step 做給你看 這些好像方太那些 教你怎樣 不是 這個曾近榮 真的 然後馬上整個歌曲 拿出來 真是曾sir 這個代表了一件事 就是所謂恐怖活動的平民化 就已經不是一個精英的文化 即是全民皆兵 即是理論上 全民很容易會變成恐怖 這個是Baking Soda 是的 這個令我想起之前徐克拍的那部第一類危險 就是當時拍的裏面 禁止他的原因 其中一部份都是因為 太易模仿 寫他們怎樣製造炸彈那裏 有個步驟 其實不是很詳細 但他有個步驟 都覺得是有問題 所以他就要禁止他 逼他重新再製作 再拍三分之一 這樣才能夠公映到 那時候就是剛剛80年代的初期 你想想到現在去到2012 2013的時候 你一上網 多少個 你剛才有沒有看 1870 教你怎樣炸彈 有很多條連結 都是教你怎樣去做 圖文並謀 這個在YouTube上 但這個應該是新聞報道 這個是13170 可以 這個就可能講述Boston 這個爆炸的慘案 一些相關的資訊 但可能新聞裏面 待會大家都會看到 他都會講講 壓力煲 怎樣可以形成 變成一個炸彈 這個就是大家自己在做什麼 現在講到 加釘 加啤鈴 加炸彈 加炸彈 再加上它 接著按摩碼 還有計時 到時加上鐵釘 這樣就完成了 他可以放在背包裡也可以 真的 尺寸這麼小 正如一樣 這個武器 其實是 即是比摺椅子更加厲害 摺椅子更加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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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有點害怕 看起來 你做完之後放下 你摺椅子也會拿著 這個就是 我想做的過程 真的相當簡單 做得來的問題 就是放置炸彈的時候 具體的操作是怎樣 其實他真的可以放在背包 去到某個地方 放下背包 然後就扮演 可能走到旁邊拍照 有時候很容易做到 放下手機 走開一點 拍照 然後放下背包 靜低在那裡 還有那個計時器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神不知 鬼不覺 真的可以去到 對 基本上這個就是 由地點的選擇 時間 炸彈 以及具體炸彈的過程 其實你是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線索 第一個可以回答你的是 如果單純從技術層面 這個爆炸的過程 一看這裏 是不需要一個龐大的組織 是 你由炸彈的技巧 去放置他的程序 全部是一個相當簡單的 甚至可能你可以一個人單獨行動 他自己可能想製造一個這樣的災難 都不難 這就是牽涉另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這個不是說 我能夠走至尖士邦 走進去深入苦悅 知道這個龍頭大佬思想的過程 他控制人的過程 而是你要逐個每一個平民 不知道他是什麼背景 不知道他是什麼政治的信念 突然間一天 他就是一個危險人物 反而這個是對整個美國安全系統 一個最大的挑戰 說到這裏 其實可以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大家知道在911之後 小布殊其實拆散了美國的情報組織 GIA就被削權 又或者是成為一個打入冷攻 然後有一個新的國土安全部 Homeland Security Bureau 為什麼花了這麼多錢 甚至花了這麼多人力 追捕一個拉登 殺了他 這些事情還不能夠避免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 嘗試給大家帶領 嗯